好,主耶稣降生 但在我们未讲耶稣降生的预言之前 我们首先讲另一件事 我刚发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应验 是非常重要的 我发现原来 因为圣经讲了一句话 大家可能都会听过 在K63章16节 讲到敌基督 他就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为奴 都在右手和额上受了印记 除了受了印记之外 有寿命或寿命数目都不得做买卖 里面的内容就讲到右手受了印记 大家看到这个图 左手边有一个右手受印记 这个不是一定的 现在不是的 不过很多人已经受了这件事 是可以预备将来的基督使用 他就是有一个微型的晶片放在手里面 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方便 譬如买车、拿钱、买东西 甚至是当为护照的作用 他们都可以使用 那为什么要额上呢? 我就在网上偶然间发现了一种新的资讯 就是说到什么呢? 原来现在的科技 已经能够将晶片放在动物或者人的脑中 在动物里面 他们就发现 那个动物 放了一个微型晶片在脑里面的时候 它有什么效果呢? 第一 就是它可以控制这一只老鼠 或者试过用猪、猴子 可以控制它做一些东西 这是微型晶片的作用 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 其实第一个作用是本来这一只 就是医治 它有猴子的脊椎断了 神经断了 断了之后 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就将它放一个晶片在脑里面 然后一个晶片在神经线断了下面 然后就发现 它可以训练到这一只猴子 如何控制它的下体 可以让它的腿部可以移动 甚至可以爬来爬去 跳来跳去 这个就是医药上的帮助 但是他们也发现 可以控制这一只老鼠 这只动物 另外一样就是 但是他们发现老鼠 当它有了这个晶片之后 然后它可以将一个类似的晶片 放在另一只老鼠上高的时候 它可以 第二只老鼠 立即学到第一只老鼠学的东西 就是立即懂得控制 因为它有这个晶片 是不是立即学到的 是需要时间的 但是当第一只老鼠学到的时候 它能够将这种知识 传给第二只老鼠 所以他们下一个结论就是 将来这个晶片的作用 是将来可以用来做知识传递 甚至可以拨去电脑 就是说电脑上有的所有资料 这个人放在这个微型晶片之后 它是完全可以拿到电脑上的资料 所以将来有可能是这样的 首先我再解释一下 就是已经有人 大家这个图在右手边 第一个就是 那时候方健明的进步 就是不是晶片 而是用电线 放在脑上 但是下面这个人 就真的放了一个晶片 他可以学到控制 电脑 那只手 它后面有只手 那些机械人的手 可以控制不同的东西 他们发现 就是说原来这个知识可以传递 下面有四个可能 暂时来说看到的功用 第一就是可以医治癱瘓 就是有些人癱瘓 他可以用微型晶片 令他的癱瘓的部分可以移动 他可能需要学 所以为什么他说到老鼠 学到用这个微型晶片之后呢 后来他就可以 他的知识是直接传递 就是他不用教他 还是要做老鼠 第一老鼠立即学到 立即知道是怎么用的 第二就是 遥距从电脑支取资料 就是说 可以由电脑拿到 任何他想 这个暂时还没做到的 就是他希望 盼望做到 因为他在老鼠可以传递知识 就是将来可以这样传递知识 第三可以用意念沟通 就是说不用说话 他心里面的意念 已经有人可以在电脑读到他的意念 还有电脑的意念 或者有人在发放的意念 可以进入他的脑子里面 就是说 如果有些政府 或者有些公司 想控制他们之下的人 他用这个方法 可以追踪和控制人 比如这个人明明想走 他可以控制他 令他不走 或者控制他不要做什么 或者吩咐他 现在立刻吩咐他 你现在要做什么任务 所以这件事 就有可能 为什么将来圣经讲到 这个基督用的方法 就是在人的手 或者在额上受一个印记 这个额上受印记 大家看到这个图 右边这个图 就是 这个是一个假人 只是一个模拟 就是说可以用这个方法 将微型晶片放在人的头里面 为什么放在额头 不是放在头顶 通常现在是放在头顶 但因为头顶 要剃掉头发 但是额头 就是光亮的 就可以即时放下去 就不用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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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是说 暂时来说 我收了这些微型晶片的人 并不是收了敌基督的受印 只是说将来的基督可以使用这些科技 所以 这个新闻令到我知道 其实已经不是新闻了 原来第一个人有这件事的人 是2006年已经有的了 而最近 现在是做到 用微型晶片放在脑子里面 让我看到 这个真是预备将来的基督来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方法 用手上的晶片 手上的晶片的作用没有那么大 脑子的作用更大 因为脑子是可以 告诉这个人 可以传一些讯息 和这个人的脑子可以传递讯息 这里让我们看到 真是末日快度 耶稣快要回来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好 真是说 神啊我们需要你的救恩 我们需要耶稣拯救我们 我们预备好自己 第一站立得稳 倚靠耶稣 和耶稣有亲密的关系 随时得力 也在之前我曾经说过 圣经是非常清楚的证明 被提的并不是在大灾难之前 有很多人说 在大灾难之前 其实是耶稣回来降临 审判所有人的时候 在那时候 神将信徒提到他空中 去到他那里 将基督徒分开 并不是在灾难之前 大家找被提 而牧师大家可以看到我之前的 那些圣经的证据 希望我们都预备好耶稣回来 就是说我们 靠耶稣得力 而在大灾难的时期 因为神会和我们沟通 他说你被迫巴的时候 你不用怕的 圣灵会指教你当初的话 当他指教我们 也一定会带领我们 如何得到食物 如何能够得到安全 当然也有很多基督徒被杀 但是他一定会保守 相当的基督徒 是能够不受伤害的 所以我们相信 知道 我们知道神是掌权的 在启示录也说到 神是感动那些王 将他的权并给兽 所以在满日发生的事 其实全部在神的掌握里面 那目的是什么呢? 是令到基督徒更加倚靠神 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 很多基督徒可以不用倚靠神 他们都可以生活 但是到那个时候 要生活要有食物 一定要倚靠神 否则他们就要去拜兽 所以在那个时候 基督徒更加复兴 有很多人说到将来的大复兴 我相信就是在大灾难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都预备好耶稣的灾难 同时我们今天主要说到 耶稣降生应验的预言 就是说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应验的预言是非常奇妙的 首先我想给大家看一个图 就是说 这些东西跟耶稣降生是没有关系的 什么没有关系呢? 就是很多人去买东西 这些买了圣诞礼物 这些买了圣诞礼物 这不是错的 不过是跟耶稣降生没有什么关系 除非他送礼物的时候 他说明了 我们要庆祝耶稣的降生 那或者圣诞树 跟耶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那些圣诞钟 圣诞波 装饰 还有圣诞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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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没有关系的 那些鹿 这些都是没有关系的 还有 因为有很多人 他们不想认耶稣 所以他们就不说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他说什么呢? Seasons Greetings 就是一个季节性的问候 这个是他们避免用Christmas 因为Christmas有个Christ 有基督的字 在这里 基督徒 我们就不要用这个字了 而是用Merry Christmas 这是一个圣诞耶稣降生的时候 也有些人说 这个不是耶稣降生的日子 这个不要紧 我们只是一个意念 就是我们纪念耶稣的降生 是不是这一天 其实没什么所谓 好了 耶稣降生是很大的礼物 因为他是将所有的东西给我们 因为有耶稣降生 所以我们先有在这个图里面 各样的恩典 和从神而得到的恩典 有神倾福给我们 主耶稣为我们钉死 我们有教会 基督徒可以得救 有圣经 有神的喜乐 有太阳与水 我们今天能够维持这个世界 进行 都是因为耶稣的恩典 如果不是神的愤怒 神的审判可以随时临到的 还有耶稣的义扑 遮盖在我们身上 有圣灵临在 各样的恩赐 在自然界中各样美好的事 还有我们有机会侍奉神 还有永恒的赏赐 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 所以我们感谢天父 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是神的恩典 首先 神预言 基督是女人的后裔 祂要伤魔鬼的头 在《创世纪3章15》那里说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这里说到 就是说到女人和蛇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这里说到女人的后裔 因为普通人都是男人的后裔 尤其在犹太人的家谱 他们写的时候 全部都写到男人的家谱 但这里特别说到耶稣是女人的后裔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从女人而生 他不是约身生出来的 他是玛利亚 而是圣灵进入玛利亚的里面 叫他怀人生耶稣 耶稣从天堂进入玛利亚的里面 降生成为人 所以耶稣不是普通人所生的 而是女人的后裔 因为这样的缘故 他没有继承到人的罪 因为玛利亚只是身体给他用 所以他没有继承到玛利亚的罪 没有继承到玛利亚的罪 没有继承到约瑟的罪 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 他要伤蛇的头 要伤魔鬼透切的伤害 将他扔到流氓的火壶里面 完全胜过他的权势 他要伤耶稣的脚跟 就是把耶稣钉十字架 但是这个伤害只是暂时的 虽然耶稣受很大的痛苦 他为我们受很大的痛苦 但是只是暂时 他就从死里复活 所以耶稣的降生 是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 我们不再惧怕魔鬼 所以基督徒不需要说 死了今天魔鬼有什么攻击 其实我们依靠耶稣的时候 我们听耶稣说 遵从耶稣 亲近耶稣 魔鬼是不能攻击我们的 接着第二个预言 就是说到 神预言 同女要怀人生的就是 神与人同在 在以赛书七章十四节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少头 必有同女怀人生子 给他起名叫以马来来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神就说了一个少头 就是将来会有同女怀人生的一个儿子 而这个儿子的名字叫什么呢 以马来来 以马来来 就是神与我们一起 也就是说耶稣就是神与人一起 那意思是什么呢 耶稣就是神 耶稣就是神 耶稣就是与我们一起 所以名字叫以马来来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他就是神 所以这里讲到 马来来来 也就是同女怀人 耶稣就是 不是普通人生的 而是一个同女 基督进入他的里面 叫他能够怀人生子 这个经文 和创世的经文都告诉我们 耶稣不是普通人所生的 乃是 是同女所生 是女人的后裔 以至他没有任何罪在他里面 他不是从人的普通方式生出来的 所以他没有继承到阿当夏娃的罪 下面写着 基督就是没有罪了 于是他完全没有罪 也是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耶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圣经有很多经文都说到耶稣是神的 因为有耶华见证人 他们是否认耶稣是神 其实圣经有很多的证据 大家上网会找到很多的证据 好了 接着就是天使去向玛利亚报信 《勞加福音》一章二十八节 天使进去就是这个加八列 对他说 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 三十节 天使对他说 玛利亚不要怕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要为大 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神要把他祖大位的为给他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远 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三十五节 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 因此你要生的圣者 必称为神的儿子 这个就是那个预言的应验 就是同女怀孕生子 就是玛利亚 天使加八列去到玛利亚 就说蒙大恩的女子 你是蒙神的恩典 因为主与你同在 神和你一起 天使就说 因为玛利亚就说 我都未曾结婚 我怎样有这事呢 天使就回答他 他说玛利亚不用怕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耶稣这个字 耶稣就是取自 旧约的 约书亚这个字 约书亚这个字 是救主的意思 他的名字叫耶稣 就是救主的意思 约书亚就是救以色列人 进入加南地 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这里很清楚说到 他不是普通人 是至高者的儿子 是至高者的儿子 神要将祂祷祷大胃的位 他要承受大胃的位 是有这个角度直到永远的 这个角度不是在地上的 而是在天上的 是一个永恒的角度 是神掌管万有最有能力 最有恩典的角度 是超越一切世上的角度 因为世上的角度都要过去 地上的以色列 他们的角度都忘了国 但是耶稣这个角度是到永远的 33节 他要作瓦国家的王直到永远 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他就要作瓦国家他们的王直到永远 他的国是没有穷尽 永远没有停止的 一路去到永恒的 天使说圣灵的能力要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任给你 所以你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你生这个圣者 这位圣结的就是神的儿子 这里就是应验圣经的预言 就是耶稣就是同女怀人生子 而圣经也有说到一个事件 就是说到施世约翰的妈妈 伊丽莎白 当马利亚一同他问安 他立即被圣灵充满 那就是说呢 当马利亚拖着耶稣的时候 他时时都有圣灵充满 时时都有神的同在 这是非常蒙恩的坏人 他时时都有耶稣和他一起 并且他一直看着耶稣长大 那我都想象 这些想象是圣经没有说的 第一圣经有说的就是 说到那些人见到耶稣的时候 他们怎样经历到神的接立 譬如那些门徒被耶稣呼召 他们立即跟从他 其实当时来说有什么迹象呢 来跟从我 那他就跟从 那一定是耶稣的临在 令到他们被圣灵的感动 即时就跟从 那也可以杀该 立即在树上很兴奋地跑下来 也有很多人摸耶稣 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六章 讲到很多人都想要摸耶稣 因为有能力在他身上出来 医好他们 所以在耶稣一起的时候 很多人是经历到神的祝福的 我也会想到 这个圣经没有说的 就是当耶稣降生的时候 那些博士来找他 那些博士见到耶稣的时候 会看到他怎么样呢 第一肯定 耶稣不是像那些 扭脚的那些小孩 那样 他一定不是在那里哭 就是不在那里 否定 我不知道耶稣肚饿的时候 是不是会哭 我不知道 是什么情况 但他一定不是扭脚的哭 还有当那些博士看耶稣的时候 很大可能 这是我自己想象的 很大可能 耶稣已经有一种 慈爱表达出来 那些博士都很说服 这个真的是神的义 真是基督降生在以色列的地方 我会想象 这个只是想象的 作为参考 当耶稣出世的时候 也有说到 在圣殿的阿拿和西面 他看到耶稣都在赞美神 他怎么欢喜 他们当时我相信也是经历到神的同在 那若瑟和玛利亚也一定是 看着耶稣大的时候 看到耶稣 就是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说话 每一个动作 我相信都传递出神的爱 因为他从小到大 一直都是神的儿子 他都是神与人同在 好了 然后第三个预言就是 神预言基督要生在百利行的 这个小小的城那里 离家书五章二节 百利行以法他 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 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 在耶稣列中为我作掌权的 他的根源从耿古从太初就有 这个是一个画的图 因为现在没有人有以前的百利行的影像 现在百利行已经完全不同了 在这个百利行的地方 就是说 百利行以法他 以法他就是一个区域 这里神跟他说 你在犹大诸城中是最小的 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就是神简选一个卑微的地方 为什么呢 神就要显出 即是说 不是人的偉大 那是神的偉大 是一个很卑微的城 将来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 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 这个是永远有权势的 他的根源从耿古从太初就有 在永恒已经有了 这个不是大卫 大卫不是从太初就有 这个是说到基督的 其实当这些语言写的时候 也是很奇妙的 为什么奇妙呢 因为那时候基督未来的 他会说到 将来有一位在百利行出生 他的根源从耿古从太初就有 是永恒存在的 在人来说是不能相信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 同女怀孕生子也是不能相信的 但是神话的时候一定会成就 就是说到在这个城所出来的 这位将来是 其实是永恒的 永恒已经有了 并且他永远为我作掌权的 所以在这里说到 基督从太初就有 他是永远掌权的神 第四 神预言巴利行将来有拉杰的后代死亡 这个预言是稍微复杂 也有点隐蔽 但也显出神的聪明智慧 首先就是说到拉杰是谁 拉杰是雅各的太太 而雅各的神就叫他改名 改名是以色列 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与神率教 与神去 struggle 因为以色列曾经跟神的天使 其实这个应该是基督 在一直搏斗 我认为以色列一直跟神去 struggle 一直跟神去 struggle 不太听话 不过神最后他能够成就他的工作 能够在以色列身上成就他的工作 所以他的名字也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一直跟神去疏教 跟神去挣扎 他的太太 亚各就是以色列的祖先 他的太太拉杰就是以色列的祖母 他将近死 因为他生了个儿子 便雅敏 他生的时候有困难 如果今天就可能没有问题 可能是否复 立即有医生救 但当日来说是没有这些科技 当时他生了便雅敏 他已经很危险了 他就要离世了 他就改了他的名字 做便俄尼 但是雅各就改了他做便雅敏 拉杰死了 就葬在以法他的路旁 以法他就是伯利行 很特别的 首先不是神令到拉杰死的 死亡就是人犯罪的后果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灾难 我们不要想到神令到这个疫情发生 是人的罪 人因为不听神的话 所以地受了咒座 所以有各样的问题出现 那死亡也不是神带来的 拉杰的死亡也不是神要他特意在那里死 不过神会使用这件事 他刚刚死的地方就是在伯利行的路旁 以法他的路旁 是未到伯利行 在路上他死了 而雅各就在那里为他建了一个墓碑 但是那个墓碑当然很小 但是后来人们就建了更大的墓碑 这个就是 刚刚所说的 拉杰死了 葬在以法他的路旁 以法他就是伯利行 这个拉杰的墓 因为在587年的时候 那个样子就是左边的图 然后现在的图 就是右手边的图 就是现在的图 上面也有一个灯台的图 我自己也去过那里 那现在是一个犹太人的地方 其实他就不是一个犹太人的区域 是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区域 在那里进去那里就可以去到这个地方 那里面有很多犹太人 一直不断地祈祷 那其实在那是所有以色列人的重要的地方 都有很多以色列人不断地祈祷 他就葬在尔法他的路旁 在伯利行的路旁 那后呢 这就先说到拉杰死的时候 是主前1900年 然后大约主前600年左右 有耶利米的先知 那时候拉杰死了1300年 拉杰死了一千三百年之后 那些骨已经完全枯干了 那时候耶利米才知道 神吩咐他要发出这个语言 耶华如子说 在拉玛 听见浩涂痛哭的声音 是拉杰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他说拉杰在那里哭 拉杰死了一千三百年 怎会哭呢 这是一个预表性 所以是一个隐蔽的预言 稍后会解释怎样是隐蔽的预言 然后他在那里哭 因为他的子女不在 其实这个翻译做子女是不对的 原文的字是子女 不是子女 没有女字 是子 是拉杰哭他的子不在 因为他当时死的全都是男婴 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全部都死了 这是一个人画的画 就是说到那些兵去杀那些婴孩 那些母亲当然是尽力保护他的婴孩 但是那些兵一样把那些婴孩杀死 应验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在耶稣降生之后 马太福音二章一节 当希律王的时候 耶稣生在犹太的百里行 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那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声 特来拜他 第四节 他就召齐列祭司掌握民间的民事 问他们说 基督当生在何处 他们回答说 在犹太的百里行 因为有先知记着说 犹大地的百里行 你在犹大诸城中 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 要从你那里出来 牧养我以色列民 在耶稣降生的时候 希律王 这个是大希律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那个是另一个希律王 这个通常分开就是大希律 在希律王的时候 耶稣就生在犹太的百里行 有几个博士 圣经没有说几个 因为他带了三个礼物 所以有些人觉得是三个博士 其实经文没有说几个 有几个博士在东方 来到耶路撒冷 他说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 在哪里呢 那个月生出来做犹太人的王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 特来拜他 神可以选择 不是代表我们今天去观星 去预测将来 但是神可以用这个方法 因为他们一定看到一颗非常特别的星 和以往的星是很大分别的 可能是一颗有特别荣耀的光的星 他们就知道 神感动他们 他们知道 是有一个很特别的王在那月出生 所以他们就去问 去到希律那里 第四节 希律就召齐了祭司和民间的民事 问他们说 基督当生在何处 他们回答说 在犹太的百里行 因为先知记着说 就是离家书 犹大地的百里行 你就是犹大 诸城中并不是最少的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 要从你那里出来 牧养外以色列民 于是祭司长就回答了 在百里行 因为离家书说了 在犹太的百里行 会生出一位君王 牧养外以色列民 这件事给我们看到一件事 就是当时的祭司 已经听到有人从东方来 特别要找基督 而他们懂得说 基督当生在百里行 即是说当时的祭司 应该知道基督要降生 但是呢 那些以色列人并没有准备好 虽然有人准备好 但是祭司没有准备好 其实呢 在历代以来有很多 因为在旧约 神所高立的有三个身份 就是王祭司先知 祭司呢 很多时候他有这个 侍奉的纲位 他有些时候是不接受 神派来的先知 有些接受有些不接受 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那么到了耶稣的时候呢 这个祭司 其实是已经收到信息 就是有几个人 在东方那里 特意来就说 找这个犹太人的王 那么他也都懂得说 基督是当生在百里行 所以他们应该醒觉 如果我们是祭司 我们会怎么做呢 哇 是百里行 我和你一起去 应该是这样反应的 但是这个祭司是没有反应的 他也没有把这个消息 应该没有 把他传开 留下 告诉别人听 基督已经出生 这就是说到 人的没有预备好 正如耶稣去到百里行的时候 他在那里 即是他妈妈带他 因为他其实移居了去 北面 拉萨勒的地方 那么他就因为这个报名上策 即是人口登记 他就回到百里行 回到百里行的时候 是找不到地方住 结果要住在一个马棚里面 所以其实没有地方为他预备 甚至耶稣的人等了这么多年 基督要来 如果祭司听到 文士听到 那么多人 听到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有反应呢 应该 基督来了 我们要去找他 但当时说 他是没有这种反应 以后来 其实 基督 耶稣行了很多神迹歧事 是没有人能够做得到的 他叫死人复活 但那些犹太人 越是想要杀他 当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 当耶稣能够 让他们生来核眼的人 能够看得回 那些犹太人只是否认 他是不是生来核眼呢 找他的父母来 父母都说 是的 他是生来核眼的 但他为什么看回 我不知道 你问他呢 问他的时候他说 我已经告诉你 你们不信 是耶稣嘛 但是那些人依然是不相信 他们有一种坚持 也是因为他执着于他们的崗位 他说他就是代表神 就否认了神所派来的先知 神所派来的基督 而斯世约翰也说到 这位基督要来 也有说到 他说他会见到 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 是与别不同的 也都天上有声音说 这个是我的爱子 要听他 所以其实耶稣来 是一早已经预言 说定了这些预言 然后到耶稣来的时候 也都留下了很多的迹象 叫很多人知道基督已经降生 我希望我们大家知道基督降生 我们的心里就欢喜快乐 我们就渴慕神 神啊我们渴上来 我们很欢喜你降生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欢喜耶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 成为我们的救主 将永生赐给我们 我们应该好像那些 那些博士那样去找你 而不是好像那些祭司 停在那里没有去找他 也不是好像希律 甚至要去杀耶稣 好了 这里就是 讲到这个事情 应验了 就是当那些博士来找耶稣 好了 然后后来博士 第二章十二节 二章十二节 马太 那里就讲到 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子 事不要回去见希律 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他们去后 有主的侍者向药室 梦中显然说 起来 带着小孩子 和他母亲逃往埃及 住在那里 等我吩咐你 因为希律必尋找小孩子 要除灭他 十六节 希律 见自己被博士愚弄 就大大发怒 妻人将八里行城里 并四景所有的男孩 照着他向博士 仔细残問的时候 凡两岁以女的都杀尽了 在这里讲到 就是那些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子 事不要回去见希律 就由别的路回去 因为希律叫他说 你找到基督回来告诉我 我又感谢神 就是神的保守 希律没有一个意念 派一些兵跟着那些博士去 他没有这个意念 因为神总是被人高超的 神是可以掌管一切的 于是那些博士走了 主的侍者向约室显然 就说 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 逃往埃及 直到在住路等我吩咐你回来 因为希律必尋找小孩子 要除灭他 当希律见到那些博士没有回来 他就很发怒了 他就警察把八里行城里 和四景周围所有的男孩 按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闻的时候 凡两岁已累的都杀尽了 所以其实他应该 博士来到的时候 不是耶稣刚刚出世的 是已经出世了一段时间 所以他查闻之后 他就是两岁之内的杀尽 可能在那时候 他已经知道 可能出世了一岁左右 他就两岁之内 全部杀尽了 好了 我们看看希律是一个什么人物 希律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 他杀了三个儿子 他自己三个儿子 因为妒忌他们 害怕他们夺位 还有他一个太太和恶母 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 他因为贼道的言故 他要杀死八里行城 所有四景的男鹰 神能够感动这个人 这个人是这么凶恶 但是神可以感动他 重建圣殿 和预备耶稣来 还有 他杀鸽鞋不是神感动他的 是神知道 神知道当日 他是会杀鸽鞋的 我们看看马拉基书三章一节 那里说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要叉咽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 主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 快要来到 立约的使者快要来到 这里说到 万君之耶和华 神说 我要叉咽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预备神的路 所以说到耶稣就是神 这个经文说到耶稣就是神 神说我要叉咽使者 这个是谁呢 就是施世若汉 我要叉咽使者为我自己 就是耶稣 因为将来应验的是耶稣来到的 这个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你所寻求的主 会忽然间进入他的圣殿 也就是说到耶稣会进入这个圣殿 立约的使者 他会跟你立一个新约的使者 就是你所仰慕的等候 快要来到 所以这里说到神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会有使者预备 就是有施世若汉预备 然后他要进入这个圣殿里面 好了 简单说回这个圣殿的历史 这个圣殿在 在所罗门所建的圣殿 在主前五百八十六年 圣殿被毁灭 然后呢 七十年之后 他们就回来了 波斯王被他们回来了 他们就开始重建圣殿了 但是呢 过了这么多年之后 过了整五百年的时候 这个圣殿已经是很残疚 你想想 我们香港住的屋 有没有是五百年的呢? 如果有那些很旧的屋 他们一定会把它重收的 就是不会有屋 是可以这么久的时间的 事实上我相信 没有屋是五百年之前 应该是没有的 或者有些乡村屋 或者有 或者那些都不到五百年 如果有的话 一定是需要重建重收的 这个圣殿呢 这个是重建的圣殿 不是原来所罗门的圣殿 因为所罗门的圣殿 是建得很漂亮的 这个圣殿呢 是因为他们亡国回去建的时候 是一定没有那么漂亮的 更加容易残疚 但是呢 在主前十九年 希律居然会抗建这个圣殿 他为了讨好犹太人 神就感动他 神可以令到一个敌党神的人 他是一个敌党神的人 居然他会去重建圣殿 就是告诉我们 神可以掌管这个世界上 发生一切的事情 神的工作有两类 一类就是普遍的事情 另一类就是透过福音 和神的话语的工作 在普遍的事情 神的工作是一定成就的 神说了那样东西应验 一定应验 但是呢 在福音上救人呢 神去感动人信主呢 圣经是讲到呢 人是 以色列人是上上拒绝 就是人是可以抗拒圣灵的感动 那么呢 也都信主之后呢 也都人是可以抗拒圣灵的感动 是拒绝圣灵感动他的 所以呢 神在透过福音 和他的话语的工作上呢 人是可以拒绝的 但是神依然是知道哪些人得救 神也都简选这些人得救 这些人呢 是一定得救 但是神也都是呼召很多人 被召的人多 损伤的人少 很多人呼召 但是他们没有回应神的感动 就是说在神感动人信主 神是不愿有人沉淪的 是愿意万人得救的 但是人是可以拒绝 但是神在普通的情况所做的事呢 是没有人能够拒绝 正如希律王 神要他起圣殿 他就一定起圣殿 神不是要他杀鸭鞋 他是自己想杀鸭鞋 但是神会使用他来应验这个预言 这里没有反应 OK 这个圣殿是很宏伟的 很厉害的 这块石重600吨 真的不知道怎么建 没什么想象 怎样建 怎样搬到 用很多人力 很大的工程来建这个圣殿 这个圣殿是非常宏伟的 是能够去 那些人去敬拜 所以耶稣的时候 那些门徒说 你看这个圣殿多漂亮多漂亮 但是耶稣说 将来这个圣殿 就会被人拆毁的 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他上面 好了 这个圣经预言到 南英被杀 有三部分 大家看看这个圖 下面有时间 在主前 大约1900年的时候 拉杰死了 葬在巴利行的路上 《创世记》35章19节 所记载的 然后过了1300年 大约是主前 600年的时候 耶利米就预言拉杰为他的儿子哭 因为他们不在 因为他的儿子不在 所以他们哭在耶利米书31章15节 1300年之后 可能耶利米都说 神啊 拉杰死了 为什么要说他哭呢 但是神吩咐他 他就照写 但他照写的时候 可能有些耶稣人就说 耶利米有没有搞错 其实耶利米先知当时 不是被那些人接立的 曾经被抓去坐牢的 那些人可能说 耶利米先知 你是不是真的 为什么拉杰死了1300年之后 还会哭呢 这里看到这个预言的特别地方 即是说 是隐蔽的 你为什么死了还会哭呢 但是这个代表性 因为他是葬在巴利行的路上 他就看着巴利行 他就是代表以色列的母亲 看到他的儿子被杀 所以他就哭了 这个不是一个真实的哭 而是代表当时的 以色列的母亲 他们走下去哭 因为他的儿子不在 而最后应验就是 马太二章16节 在主前四年 为什么主前四年呢 为什么不是主耶稣 公元第一年 公元没有零年的 是公元第一年 为什么不是公元第一年呢 因为这个计算这个年代 那个修道士 他们计错了 计错了 那个错误 可能是三至五年 这个主前四年 他就拿过中间点 就是耶稣出世 应该是主前三至五年的时候 他就拿过中间位 就是四年 也就是说 耶利米仙之 居然在 拉杰死了1300年之后 他就说到 拉杰会哭 但那时候根本拉杰没有哭 但是到了后来 当那些婴孩被杀的时候 被希律杀的时候 那些妈妈就在那里哭了 因为他们的儿子不在 就应验了耶利米所说的 他们都哭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的儿子已经不在 那么就应验了一个很特别的预言 就让我们看到神掌管一切 他会知道 拉杰藏的地方 将来会有男婴被杀 他就在他死了之后 1300年 就感动耶利米仙之 说出一个 当时那些人不能明白的预言 为什么拉杰还会哭呢 但后来应验的时候 那些人就会明白了 因为拉杰是代表以色列人的母亲 看到他的后代 在那里被杀的 好了 所以希律杀 男婴 就会叫一些以色列人 知道基督已经降生了 这一点很重要的 这个新闻会不会轰动呢 当时没有报纸 没有电视 但是这个新闻一定轰动 为什么呢 人传人 杀这么多男婴 当然会轰动 希律这个这么恶的王 居然杀了百里行城的男婴 他们一定轰动 轰动会有什么 做什么呢 他们会找出什么事 为什么会杀男婴呢 他们会问为什么 于是那些人一定会查出 马太夫应能够将这个记载出来 当时也有其他人是知道的 马太呢 因为在耶稣降生的时候 马太应该都是个小孩 因为他和耶稣可能 当他大逆童年 大逆童年 他自己都是婴孩 都是小孩 他都不知道 后来才知道这些事 所以他写福音的时候 是因为他也是根据当时那些人 知道那些发生的事 他将这些事记载 比如路加有清楚说到 他查考这些一切发生的事 所以马太也有查考这件事 他就知道 其实当时这件事可能 是传给很多人听 传给很多人听 那些人会问 为什么会杀婴孩 他们一定会知道 因为希律王妒忌 因为有几个人说 基督生在哪里 所以他们 以色列的王生在哪里 祭司回答 就是生在巴利行 后来就把那些男鹰杀了 所以不单止是希律王 和那些祭司 和那些以色列人 都有很多知道 基督已经降生 而后来三十年之后 当基督出现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 哇 三十年之前 杀婴孩 杀不了这个 亦都是博士找那个 亦都是 在圣诞发生的事 我们记得有牧羊人 牧羊人 有天使跟他说 有个男鹰 会生出来 在巴利行那里 你会看到 一个鹰鞋包着布 这个就是一个记号 再说到 神的恩典会临到世人 这个救主已经降生 他就周围出去 传福音 所以有首歌 也是用这个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Jesus Christ is born 就是说 告诉别人 耶稣基督已经出世了 所以很多以色列人 应该听到 所以这件事 神是使用 不是神叫那些以色列人 就是那些 男鹰被杀 而是神使用这件事 叫很多人知道 耶稣真的已经降生 所以这里我写出几点 第一点 左手边那里写住 不是神叫希律杀人的 神不是叫人犯罪的 第二 婴孩被杀 是会震撼以色列人 第三 他们如果追查 又会知道 希律因为妒忌 疾到 基督就杀人 那博士来到 和杀婴孩的事件 会叫一些 以色列人知道 基督已经降生 他们应该是 已经知道 时候到 他们因为是亡国 是一个很凄凉的情况 他们应该是 听到这个消息 应该很兴奋 应该很开心 但是有很多人是 不愿意 也都因为这个 祭司和民事的制度 他们控制了 宗教的情况 他们不相信 他们就 不想其他人相信 其实这个真的是 非常差的情况 引致很多 以色列人 不愿意相信耶稣 在这里 我讲一个圣经的经文 讲到神的预言能力 和他能够令事情发生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文 以赛书46章9节 这个经文 也是我在初信主的时候 因为当时 我看圣经的预言 我看到圣经 让我有机会去到书局 看到圣经搜册 海来住的圣经搜册 我在里面看到 基督的预言 在这本书的中间 将旧约 关于基督的预言 写了出来 我很好奇 我买了这本书 我就逐节逐节查 神给我的这种性格 是很愿意查圣经的 我也没有跟教会的人 去问他们 我就自己逐节逐节查 去找出原来圣经 已经预言了基督要降生 我当时来说 我始终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和那些基督徒聊天的时候 我问是否可以证明有神 证明圣经是神的说话 有些基督徒回答我 他说信耶稣不用证明 信耶稣你信就是信的 不用证明的 我觉得很奇怪 有很多人要证明要知道神是真的 譬如我自己来说 我有这个性格 我要证明知道神是真的 我才会相信 我也知道有些人 他们需要证明才相信 但是很多基督徒就说 你信就有 信就可以了 我觉得有些问题 甚至我曾经问过一个神学院的教授 他应该是神学院的院长 我上他的堂 在香港 我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 其实 圣经的预言是否证明有神 是否我们可以找这些证据 去和人说证明有神 他就回答我 他说 神这些东西是很傲秘的 不是要说证明的 我是很惊讶 但是我在圣经找到这一支经文 我就这一支经文 给我知道 圣经说了 神是有预言的能力 这些预言是证明他的神 这个经文回答了我的问题 虽然人没有回答 当时我是没有一个人回答我 圣经是有预言证据 还有其他证据的 这个经文回答了这个问题 以赛书46章9节 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 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 我是神在没有能给我的 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从古时延明未成的事说 我的囚算必立定 犯我所喜悦的 我必成就 我照治了从东方来 照那成就 我谋算的人从远方来 我以说出也必成就 我以谋定也必造成 这里讲到什么呢 他说我是神 他说你要追念上古的事 你想回以往发生的事 我是神并无别神 我是神在没有能给我的 即是说出神的独特 他是独特唯一的神 我从起初 即是由太初 由创世纪 已经预言指明末后的事 在末世要发生的事 由古时很久之前 已经说明未曾成就的事 就会说我的囚算 即是说这些不只是我预言 是我囚算 这个世界上有些人 他会讲预言的 但这些预言 全部不像圣经的预言 圣经的预言 是非常准确 详细的 还有另一件事 这些人讲预言的时候 譬如有些人说 将来有世界大战 因为世界根本经常都会打仗 所以有世界大战是不出奇的 但世界大战跟他无关 不是他令到他发生 但圣经说什么呢 他说我的囚算必立定化 我所喜悦我必成就 就是神所计划 神所喜悦的事会成就 然后他就说出预言 即是说神令到这些预言应验 这些预言不是自己应验 是神令到他应验 是神的计划 令到这个世界的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神早已知道了 即是说神知道将来的事 祂计划将来的事 祂预定将来发生的事 他令到他发生 以后他写出预言 而包括什么呢 第十一节 我照资料从东方来 资料即是说到猛琴 我能够照这些猛琴 在东方飞来 照成就我囚算的人从远方来 可以有一些远方来的人 成就我的计划 即是可以用动物和人 我以说出也必成就 我说出的一定会成就 我以谋定也必造成 我计划了一定会成就 我们看到神使用什么动物 使用一条大鱼 圣经没有说到鲸鱼 一条大鱼吞了药 神使用一条比特的鱼 他钓鱼的时候 钓到那条鱼 口里有浅 神使用一条鱼 神使用一条鱼 就叫巴兰 他拦了巴兰 开口和他说 所以神是可以使用动物的 神也使用人 大希律就是一个例子 大希律是一个敌党神的人 但是神就划定 他不是划定的 他没有划到希律 不过说到 将来有人会杀那里的婴孩 所以希律就应验了这个预言 还有 基督尼是会进入圣殿 希律就建立这个圣殿 所以我们看到 圣经所说的 他一定会成就 这个经文回答了我的问题 人没有回答 但是圣经回答了 神是说我是独一的神 当这些预言应验 你知道我是神 这句话在以色列书 重复了很多次 当这些预言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是耶尔华 而这里说到 我计划了一定会成就 我起义一定会成就 我会指明末后的事 指明将来的事 令到他发生的 我计划了一定会成就 我起义的事一定会成就 所以让我们看到 圣经的预言是证明 耶稣是独一的真神 证明圣经是神的说话 而圣经的预言和其他预言不同 就是它是准确的 是详细的 是历史发生的事 也是历史发生的大事 所以当时我读历史的时候 在黄仁书院 那个老师 我现在想起来 我觉得他是基督徒 因为他为什么呢 他说History 这个字是从哪里来的呢 History 是基督的故事 但是当时我还没有信耶稣 所以我没有在意 但我后来想起 他说History 即是世界历史是耶稣的故事 是看到耶稣在这个世界上 令到这个世界 带来很多的影响 所以关于基督的预言 帮助我们深信什么 第一 基督叫我们圣过魔鬼 就是耶稣要踐踏蛇的头 伤害蛇的头 我也有权并踐踏蛇和蝶子 即是说耶稣降生 就是圣过魔鬼的权势 我们是得胜的 第二 就是主救我们 祂称为耶稣 祂是以马内利 祂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 祂会永远作王的 祂会拯救我们的 祂的国道是没有穷尽的 祂是跟我们一起 就是神与我们一起 所以耶稣就是神 而基督的国道是没有穷尽 祂是一个永远的国道 我们属于祂的人 我们就能够有永生 和神掌管一切未来的事 关乎我们的计划 所有的事发生 都是为了成就这个救恩 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预言 我们看到原来是庆祝圣诞 我们庆祝神是掌管万有的 我们庆祝就是 耶稣居然为我们降生在世界上 为我们成就这个极大的救恩 叫我们成为在神的儿女 在神的国道里面有份 叫我们能够得着永生 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我希望大家 都在庆祝圣诞的时候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耶稣是同女怀孕生子 她是女人的后裔 她是伤蛇的头 她是生在百里行 她是她的根源从耿古 从太初就有 她出生的时候 虽然男鹰被杀 但是神是会保守她 正如神也保守我们 我相信那些婴孩 他们都在天堂 不是在地狱 他们都能够得着神的救赎 虽然他们有这个能力和恩典 这只是作为参考 因为有很多人去到天堂 发觉有些堕胎的婴孩都在天上 我们只是作为参考 我不赞成人堕胎 堕胎是杀人的 但是那些婴孩并不是被欺律杀了 而是去了地狱 我们看到耶稣是永远作王 我们有耶稣的身份 我们也永远和耶稣一起作王 所以我们可以兴奋快乐 虽然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说我有耶稣做救主 我就欢喜快乐 我有耶稣的爱 我就欢喜快乐 我有神的恩典 我们就欢喜快乐 有神的祝福 我们就深信神一定祝福我们 我们听神的话 神一定眷顾我们 我们不需要惧怕 不需要惧怕 没有钱 没有工作 神有祂的方法去开路 求主帮助我们在圣诞的时候 慶祝圣诞的时候 感谢天父 参加耶稣来 亦仍然有这么多的预言 让我们知道 耶稣真是神的儿子 真是掌权的 我们也和祂一起掌权 和祂一起得到神的恩典 接着我们会唱这首诗歌 片满高山跟深海 就是说 神的恩典是片满高山 和我们一起的 我们真是有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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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神将这么大的礼物给我们 耶稣降生真是一个很大的礼物 很大的盖 很大的恩典赐给我们 盼望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 多感谢天父 多感谢天父的大爱 这些一切都是神的爱的彰显 天满高山跟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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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为愿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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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 祢爱自江水涌来 我决定将我心错爱 是意志者释放我 我因你安温真理论 我决定天举手敬拜 因我要唱唱唱 每当祢爱经到 我要为原宗主 你大爱 我要为原宗主 你恩爱 我要为原宗主 你大爱 我要为原宗主 你恩爱 偏满过山更深海 你爱自江水涌来 我决定将我心藏开 是意志者释放我 我因你安温真理论 我决定天举手敬拜 因我要唱唱唱 每当你爱经到 我要为原宗主 你大爱 我要为原宗主 你恩爱 我要为原宗主 你大爱 我要为原宗主 你恩爱 大家可以想象 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去到天堂的时候 我们去到天堂的时候 一路唱 一路在神面前 中唱祂的大爱 一路中唱 我们在这一阵里 都继续去中唱 神的大爱 我们在这一阵里 我要为原宗主 你大爱 我要为原宗主 你恩爱 我要为原宗主 你大爱 我要为原宗主 你恩爱 我要为原宗主 你大爱 我要为愿重叉祢恩爱 我要为愿重叉祢大爱 我要为愿重叉祢恩爱 我要为愿重叉祢大爱 我要为愿重叉祢恩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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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天父的大爱 多谢天父为我们预备耶稣 成就这奇妙的计划 耶稣是同女所生 所以祂完全无罪 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锁 耶稣也是以马来利 是神与我们同在 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 都是有神与我们同在 耶稣就是神 我们有耶稣陪伴 我们一生一世有耶稣陪伴 求主帮助我们脱离 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捆锁 很多基督徒觉得 有很大的捆锁 很多压力 因为我们没有被耶稣作王 因为我们自己作主 我们用人的方法做人 所以有很多痛苦 但如果我们被耶稣作王 被耶稣作主 不要紧张自己追求的东西 因为神会赐给我们的 我们可以放心放手 我们就没有压力 我们多些亲近神就没有压力 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活在你的爱中 因为你是神与我们同在 你是神与人同在 你是掌王权的 你的根源从耿鼓 从太初就有 你的国度是没有穷尽 直到永远 犯信靠你的人 就永远跟你一切 主耶稣真好 求你帮助我们去拯救更多的人 去传阳福音 去救更多的人 叫他们都脱离魔鬼的权势 在魔鬼权势之下很惨 好像希律王 他做一些非常恐怖的事 但是神都掌管他 但是他现在在地狱里面 是极度的凄凉 求主帮助我们 愿意去拯救这些失丧的灵魂 也都兼顾基督徒 叫基督徒暂立得稳 求主帮助我们 时时都感激耶稣 勃在耶稣的爱中 享受耶稣 从耶稣得力 从耶稣得着恩典 在这个困难的时期 我们都得着耶稣的恩典和同在 我们真心的庆祝圣诞 庆祝耶稣的降生 我要为愿意去拯救你拯救你拯救我 我要为愿意去拯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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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拯救我 我要为愿意去拯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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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拯救我 我要为愿意去拯救你拯救你拯救你拯救我 就好像耶稣 欺慰是没有办法杀到耶稣的 实力都保守我们的生命 求主帮助我们 保守我们的生命 赐给我们平安喜乐 叫我们活得喜乐平安 叫我们不要活在压力 悲惨痛苦之下 无论我们什么状况 有没有工作 有没有结婚 这些都是不要紧的 我们有耶稣就有一切 神一定保守 神一定祝福 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 活在神的爱中 活在神的喜乐之中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感谢天父 多谢耶稣 有你真好 我们要真心庆祝主的降生 我们要欢喜快乐 庆祝主的降生 我们要感恩庆祝主的降生 我们要无压力之下 庆祝主的降生 我们要享受生命 享受耶稣 享受每一分钟 我们享受能够有 自由的空气 我们能够呼吸自由 呼吸空气 我们感谢天父 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 赐给我们信靠你的心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我们这样祈祷 奉主耶稣 圣名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福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成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愿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刺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愿我们免用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空恶 因为国度权并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尝与我们每一个同在 愿主耶稣 圣灵的感动 尝与我们每一个同在 更新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享受神的恩典 从今直到永远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祝主赐给我一个蒙恩的圣诞 喜乐的圣诞 得福的圣诞 得胜的圣诞 能够胜过一切的困难 一切的苦难 一切的不开心 的事在困难中 我都以耶华为乐 就算葡萄树不结果子 我都以耶华为乐 就算我们没有工作 我都以耶华为乐 求主恭迎祝福我们 多谢天父 祝福我们